1.2.2.2.1 我覺得就是檢討我們前一陣子的不足吧 那我覺得我們一場比一場好 然後就算今天我們第一局先輸了 那我們也確實在場上去做找到解決的方法 那我們也從中學習到東西 然後在接下來一個月我們會好好針對我們這幾場下來的問題做證 今天到第三局我們還領先 但是可惜後面比較急一點 那可惜比較沒有拿下 比較可惜的是沒有拿下勝利 那我覺得起碼我們在某些環節做得比之前更好 然後更明確 然後也我覺得在這一站台北公開賽之後 我覺得可能大家加油聲有讓我們找回我們比較專注在球場上的感覺 那我們也希望說我們可以延續這股專注度 然後去好好訓練 然後去準備世界錦標賽 其實一直以來都很喜歡在自己家打球 今天出場的時候他們那個歡呼聲 我真的騎雞皮疙瘩 然後也讓我今天在場上的時候 滿享受在這個比賽 一直在想著什麼去解決問題 只是可能自己在關鍵的時候的太想得分 然後失誤還是偏多 所以這也是接下來一個月在實景賽前要去好好努力目標打球 反正一連串的比賽後 其實肌力有掉能力有掉 那希望說在這個月可以好好的重拾自己 然後希望在實景賽能有所突破 沒有關係 我們會不會走 但是我們希望在這裡 我們可以看自己的世界 我們可以看自己的世界 我們可以看自己的世界